就跟蘇貞昌一樣嘛 揪揪都可以揪揪的就算了 那民進黨八年前全部投下反對票 八年後全部變成贊成票 也是剛好而已 而且反對的要處理幾個 契權的要處理 這個就是昨天一堆人說 早知道不要投他 請問你們後悔了嗎 我不知道說現在線上網友 只有三萬四千人 太少了 太少了 要多一點 沒有 可能就不知道這件事了 不是 有沒有人 1月11號這三萬四千人裡面 有不小心投到民進黨的 不管是立委或總統 請問你們後悔了嗎 你們有沒有很想要砸自己 覺得說算了 我吃萊豬也是對自己的親喚而已 誰叫票是我投的 現在其實民進黨昨天所做的決定 我在基層遇到很多 原本有投票給民進黨的 然後結果都是 不然怎麼辦 這也是我自己投出來 這個叫做不是不報馬上就報 都他投票完幾個月而已 然後你想說好棒棒喔 護國團隊喔 防疫做得好好喔 沒有想到是我們每一天 要排幾個小時 然後花高額的成本去買口罩 我們把榮耀都歸給了 蔡英文歸給了這個行政團隊 結果呢 疫情才稍稍減低而已 我們的蔡英文就用突襲的方法 告訴我們說 嘿嘿 我告訴你們喔 我要送一件大禮物給你們 明年的跨年有一個大禮物 就是讓大家吃萊豬 我昨天在另外一個公視節目 是台語的節目 然後我旁邊做了一個台大的教授 我非常訝異 怎麼會一個台大獸醫的教授 不斷的告訴我們說 萊克多巴胺對人體是沒有害的 我想說你是動物的 你現在在告訴我 對人沒有影響 問題是你有看過那些豬在發抖嗎 我很想跟他講說 你有去美國看那個豬子 吃了會噴噴噴 心臟會心計挑快 然後四肢會無力 你怎麼一個獸醫不去關心豬 吃了萊克多巴胺以後的反應 然後不斷的告訴我們全國民眾說 人吃了不會怎麼樣 吃這些萊豬不會怎麼樣 台灣或者是美國至今沒有人 長達20年要不斷的吃萊豬 也沒有人會去吃萊豬的內臟等等的 所以沒有這樣的人體實驗 台灣是第一次史上最大規模的 萊豬人體實驗 我昨天就問他 台灣人這麼衰啊 台灣偉大嘛 我們因為防疫做得好 可能蔡英文覺得 我們的體質就特別棒 我昨天還問那個教授 他說既然你是教授 也不是會教的野獸 也是會教人的教授 我問他說 聯合國的Codex 總共只有對豬 定出四個部位的標準 肌肉 脂肪 腎臟 肝臟 只有這四個部位 可是其他的我們會吃的 大腸頭 肝臉 豬肝 其他的這個豬的內臟的部分 還有腦的部分 Codex都沒有標準啊 那我們怎麼定 他說外國人不吃那些 那還是沒有回答問題啊 不是 這句話就是重點 外國人就是不會吃這些東西啊 所以他管台灣人去死 即便是Codex的法典 他也沒有定其他的 所以我們要管嘛 我們自己要管嘛 結果我們在幫忙做人體實驗 我們就會去吃這些東西 然後吃了以後 美國人再看 看台灣會不會有事 可能台灣吃了五年 還沒有有事的時候 他就去跟別的國家說 在鏡頭到別的國家 這台灣吃五年都沒辦法 台灣優先 台灣的例子 可以出口到其他國家 所以這是什麼 台灣優先的案例嘛 就是台灣是世界之光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典範移植到全世界 是這樣嗎 台灣批示實驗室 是這樣嗎 我覺得我昨天就問 這位台大教授還有民進黨代表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們炒到現在不用炒這麼嚴肅的 什麼政治問題 八年前的問題什麼 我只問 我們開放一個這麼爭議的政策 第一個 你要換什麼 你如果跟我講說 換那個好棒棒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全民的薪資 暴漲30% 讓我們的經濟從長率 飆回兩位數的話 我告訴你 反對人會少一半 連我都會想說 錢比較實在 那你現在告訴我 你換到什麼 你換到人家 美國都換總統了 你換到什麼 對不對 美國都說不跟你簽貿易協定了 你換到什麼 這是第一個 你沒有換到東西啊 第二個 美國自己 都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少萊豬 越來越少業者 去用萊克多巴胺養殖 然後產品上面都標示 不含萊克多巴胺 美國自己都越來越進步 它的消保團體 它的動保團體 它的農業部 都不斷不斷在限縮 這個萊克多巴胺的使用 結果台灣呢 要走回頭路 要走到八年前 去被美國壓力底下 然後去開放更大的規模的萊豬 民進黨一直說 八年前你國民黨也開門了 沒有錯啊 現在執政是你民進黨 如果你民進黨覺得 八年前國民黨做錯 你現在來流萊豬全禁 我支持你 這一票我都支持你 真的來流萊豬都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美國七成都是非萊牛 都是非萊豬 都是正常的豬肉 正常的牛肉 我說真的啦 美國人都在笑 我們有這麼多正常的牛跟豬肉 你們台灣人 他比較傻傻 要去買那些人都賣賣的東西 後來賣賣台灣 大陸賣賣 只有你們台灣要吃 台灣真的要把自己變成廚餘頭嗎 這個才是今天開放政策的 最關鍵的兩個問題 你換不到東西 第二個別人都不吃的東西 好網友都在說 這個淑慧議員講得好 而且剛剛淑慧議員已經嗆聲說 現在才三萬四千人 所以趕快進來 我剛剛還被我看到有網友說 簽會太混了 人數一直掉 是不是 主持人一起承擔 對對對 所以拜託拜託好不好 好讓我們這個 看能不能今天到一六 我們衝破四萬 四萬讓我們看一下 我還想說五萬 你們就是四萬 我們不貪心 不行不行 他要去扣人 去扣人 所以坐扣人 接下來看羅友智的誠意 然後他到底又發功到什麼樣的地步 對 但要再講一下 我不是一直要找蔡總統查 就是說 我不同意這樣指控 因為順便我就 剛才Google了一下歷史 因為大家在講 從昨天柯建民在講說 明明我們2009年看到蔡總統 上街頭的時候是在反狂牛政 可是今天有一個人 在雅虎的論壇跳出來說 他說這個柯建民在幹嘛 在模糊了關鍵的細節 他點出來 2007年的時候 就是狂牛政已經消失了 台灣已經控制住了 美國也控制住了 2007年就沒有狂牛政了 2009年怎麼會上街去反狂牛 這個人叫做林卓水 我在想說 剛剛我們不是在講說 那個何志偉叫做死小孩 那不知道民進黨要怎麼罵這個林卓水 要罵什麼 罵到很難聽了嗎 不好說 死老 死老 我不敢講 不要這樣 他們是民進黨的黨內前輩 沒有現在不是網路嗎 都不對 不是我們是網路 但是我們尊重他 因為他就點出來 柯建民你不要模糊細節啊 對啊 這就是烏鴉 我說這些立法委員 現在我真的不曉得他們到底在幹什麼吃的 我先要罵立法委員之前 我先罵我們自己老百姓 我跟你講在萊豬被強行通過 被暴力式的離開立法院 第二天你們就只有三點多萬人關心 表示你們根本不關心 我講真的 你們明明知道今天所有反對黨的電視 的媒體一定會針對這個 在群起爆起 再討論一次給你看 會告訴你 你會用盡我們最後一個力氣來講 可是你們的關心程度就是三點四萬 因為表示你們越來越不關心這些事情 那有什麼好講的呢 就跟我們那時候只有五萬個人 上街頭一樣 請問一下十二月一月以後 還有幾個人會上街頭 我那時候講過沒有三十萬四十萬以上 根本民進黨不會怕你的啦 那你們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那個決心 我今天看到三點四萬 我就知道大家對萊豬死心了 那如果是大家這樣子 那有什麼好在討論下去 你們必須要看到你們真的為子子孫生 願意注意這條新聞 對啊這個戰場還沒結束呢 這戰場是五十年一百年啊 對啊你怎麼會認為 十二月二十五號就拜拜沒了呢 這個未來是你兒子 搞不好五十年後的十二月二十四號 你都還要記起這件事情 可是你們現在已經忘記了耶 你們真的已經把它放下了耶 好可怕喔 這看到那種數字我都覺得 原來你們已經接受 明年開始要上菜市場 不是菜市場應該是沒有啦 傳統市場沒有啦 你可能要上那個超市去找說 有沒有萊豬可以吃了 因為比較便宜 你們已經妥協了嘛 所以我要罵立委之前 先悶心問問我們自己 你關不關心 你如果不關心 不要在這邊跟我講說 哎呀立委多可惡 他們的可惡來自於的末世 我不知道講得這樣同不同意 再來這些立法委員 本來就是已經囂張自己了 你看不管是這些何志偉 還有良心的這些人 願意棄權的假裝生病的都好 可是民進黨裡面能不能活 不能活啊 民進黨要什麼樣才能活 所以何志偉才病又好了 他才能活啊 被強迫好了 對 你這些小孩子 你明天再給我打鼻子看看 你明天再給我打鼻子 你再給我打鼻子 你再給你滾下去 不是 他會說我自己幾個人包起來 我也再給你滾來 整個人包起來 所以你在民進黨多恐怖 他連病毒都怕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